老子除简道德经是最接近源头的原装书 篇幅短小 适合入门 在人生所有的与人与世与物的关系中 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 这一篇名与生孰清给出了答案 老子讲了在生命 利益 身体 得失 不断变化而进行取舍的关系 名与生孰清 生与祸孰多 德与王属并 生爱必大费 厚长必多王 古知足不如 知之不代 可以长久 下面是这一篇的除简原文 名与生孰清 这些书写流畅 娴熟的楚国文字 是优美的书法精品 繁体字和除简的打开方式一致 由上向下 由右向左 名与生孰清 与是合同根的意思 比如我与里 山与水 这句话的意思是生命和生命相比 哪一样更为亲切 后长必多王 通信本是多长必后王 这明显是超错了 而且也无法解释后王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丰厚的储长 必会遭致惨重的损失 下面用白话文来翻译一下 生命和生命相比 哪一样更为亲切 身体与财产相比哪个重要 得道和善事相比哪个有害 过分的溺爱 必定造成更大的破费 丰厚的储长 必会遭致惨重的损失 所以说 懂得自我满足 就不会受到屈辱 懂得适可而止 就不会遇见危险 可以保持住长久的平安 最后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悟 在上一章一声约想 知何约明强调 万物和谐共存的自然法则之后 这一章讲的是 一切事物都会向相反方向 转化的自然法则 如何对待名利 金钱 地位 身体 得失 如何把握分寸 懂得进退 人生在世不过短短百年的时间 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要一味的贪图虚荣与名利 人的一生很短暂 是做名利金钱的奴隶 还是做名利金钱的主人 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你做事情 到底是为了赢得别人的称赞和夸奖 还是因为自己本身 想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 不管你怎么做 总有人喜欢你 总有人不喜欢你 但是就算全世界都不喜欢你 也要喜欢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 因为你和你自己的关系 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 只要你自己喜欢自己 别人的评价 别人的喜欢与否 都是别人的事与你无关 名与生俗情 人要学会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名利金钱 为他人而活 自我接纳 自我欣赏 不要活在别人的评价中 要珍惜自身的价值与尊严 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 活出自己的精彩 古往今来 多少人因为贪求名利 最后身败名利 丧失了生命的意义 深爱必大费 后残必多往 过分的利爱和痴迷 也必然会为所喜爱的东西付出大量的时间 精力与金钱 任何获得都将伴随着失去 有得必有失 储藏的东西越多 暂时手里能用的反而越少 所以 残字越多 表面上看似得到的多 其实往往招来他人的记恨 过分的脸具 必然会有过多的善失 得失之间 永远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知子不黛 要懂得失 知进退 适可而止 人生在恰到好处时 要晓得刹车止步 如果不刹车止步 车子滚下坡 整个就完了 人生的历程就是这样 所以老子说 功成生退 这句话意味无穷 知子才不会有危险 这是告诉我们 知子 知足的重要 不要被虚名说骗 要懂得适可而止 这样才可以长久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